我們有拆解過這個消遣筆記了 那這個是極限的裝廢物的 這個是整個消遣筆記的中心 中心所在 這個字輪 這個是裝鉛筆的這個軸 再放進去 然後裡面有 這個裡面有個小刀 主要拿來蓄鉛筆的 這是來固定的 這是滾刀 這個是滾刀 這是裝鉛筆的軸 然後這是固定 固定的內池 然後這裡面有個正池 它是 來傳這個內池人跟正池人是 來連結輪軸 你用手把這樣握住轉動的時候 它會同時帶動這個滾刀進行切削的作用 那為什麼這個滾刀是成輕斜狀的呢 就是為了讓它有一個角度 這樣削鉛筆的時候才不會是那種正方形 那自己這樣可以了 因為這 斜斜的嘛 這樣才會變得很簡單 才會比較 書寫會比較方便 對 好 那 誒 給我一下 要不要講一下有走向推理 走向推理 好吧 你不知道算計 這個是這個 那 這個是固定裝置 來固定鉛筆 來 這個固定裝置 主要是拿來固定鉛筆 把它拉出來 可以夾住 因為 如果太短的話 如果太短的話 會晃 對不對 所以把它拉出來 可以更好固定 嗯 好 那 我們來拆解這個裡面 你拉下來的話就OK 好 那 這兩個檔案是 好 讓這個 讓這個固定裝置保有彈性 彈性 好 然後 然後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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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它 它轉了之後 它會擠它回去 那是因為 這裡有這個 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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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手把 轉到的時候 這個 突然會往上去 把那個 擋板 推上去 所以 透過彈簧的那個 彈力作用 它會把這個 主軸板 拉 壓回去 這樣 拆 好 沒事 不講沒關係 但是要拆 這三個 這三個 刀是 這個是 摩旋彈簧 主要是 讓它 讓這三支 滾刀可以保持 保持著彈力來 加進簽譜 才會使其讓它 讓它 讓它 好 那現在進行 才 合成 對 不信這樣你確認不會彈開嗎 嗯 不信這樣你確認不會彈開 不會 不是 是 不會 不會啦 不會蠻 我會在做複製 別擔心 我只要看秒數 算了 還有一組做十分鐘 光碼還可以 六分四十七 十七 十七 十八 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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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